不过萧炎显然不想告诉龙林王他的身份 对于现在这个情况来说 斗神联盟尚未平地 不要暴露身份 对龙林王反而是一种保护 但这句话已经给足了龙林王遐想的空间 龙林王仔细回想萧炎的模样 和刚刚看到的模样完全是两个人 此人突然来帮忙 莫非他认识你现在 龙林王捏着下巴思索着 但萧炎却是忽略了一个人 这个人此时正靠拢了龙林王 然后小声对龙林王说道 刚刚那人是谁啊 朱棣小声地问道 龙林王也是眉头皱了皱 摇了摇头回答道 我认识 朱棣冷嘶一声 令得龙林王转头看向了他 怎么 有什么不对劲吗 龙林王问到朱棣 朱棣也是眉头紧皱 似乎也充满了疑惑 说起来也古怪 我刚刚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血 可我这心血 只给过主人 但现在又消失了 朱棣说道 感觉不是很强烈 所以朱棣也是多少有些疑惑 闻炎的龙林王便是猛得一瞪眼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回头去寻找那道身影 却发现 哪里还找得到硝烟的身影 古炎神族这边 一直在等待火墙能够减弱一些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火墙的威力不减反增 似乎越来越凶悍 定得清炎也是不得不放弃 进入其中的念头 即便是有神灼之力 毕竟只是神灼的力量 并非其本源 所以能否扛住这火焰的威力 尚且还是一个问题 硝烟不能冒险 这样的冒险的确不值得 修炼到了如今这般地步 谁都明白经历了多少 而因为资源冒险 而丢掉了性命 是相当愚蠢的 所以清炎还是稳健起见 暂时先静观其变 斗神联盟这边的冷怀 则是试探了很多方法 当然 他并不知道火墙之中是什么 可火墙之内 不断飞出的流离元气 却对冷怀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 不过一番试探之后 冷怀也是不得不放弃 因为火墙之内的火焰强度实在太高了 完全不是他们的实力所能抵抗的 且这古怪的火焰就好像有毒一般 沾染之后就会出现火斑 轻者还好 重者几乎和重伤者没有什么区别 知晓这一点的众人 没有哪个势力敢轻举妄动 即使都乖乖地收集着这些流离元气 当然 这火焰森林当中除了流离元气之外 还有许多珍贵的药材 也就是说 这片偌大的火焰森林 就是这神迹中最大的宝藏了 可大家都知道 恐怕最大的造化应当在这火墙之后 但众人也更加明白 今日看来 火墙的强度不减 恐怕无人能够进入这火墙之内了 白灵 萧峰还没归队 冷淮则是盘坐着 收集工作自然不用他去做 所以他则是一直询问白灵 萧峰的动向 萧峰殿下自有他的造化 冷淮殿下这般关注 萧峰殿下也是心灵了 不过 还望冷淮殿下管好自己就行 白灵实在是忍耐不住了 声音非常冰冷 而这样的态度 也是令得冷淮有些恼怒 你还真是一条好狗 未曾想到 作为斗神联盟的七殿下 竟然低头臣服于一个第九重天的 萧峰的确在斗神联盟中是个风云人物 但金无野副盟主想除掉的人 他就一定活不下去 冷淮森然笑道 白灵眉间一皱 显然不想和冷淮废话 说句实话 对萧峰殿下说过这话的人 不多也不少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 说这种话的人 基本都应该转世了吧 白灵耸了耸肩 回应冷淮 而冷淮则是牙关一咬 气势轰然散发而出 盘坐的身形 一挥袖袍 强大的力量 便是朝着白灵席卷而去 看来今日 还是得教一教你 什么叫做尊重 冷淮怒喝一声 白灵同样也是不甘示弱 神之元气 也是爆发开来 今日即便不敌冷淮 他也听不惯 冷淮对萧炎的不懈和诋毁 那就请教了 白灵也是一拱手 说实话 他也早就有些忍耐不了冷淮了 废话不仅多 而且令人觉得过躁 两人忽然发生的战斗 令得其他人皆是不解 不过都是纷纷让开 两位殿下之间的争斗 也是无人敢来插手 横派而强大的神之元气 几乎刹那间 从冷淮身上抱涌而出 那般波动 显然是超过了三星斗神 身后出现的大片星海 也是令得白灵 眼神微微一宁 感受着冷淮的这股气势 白灵知晓 冷淮的实力 完全是在他之上 底蕴之间 便是有很大的差距 冷淮这般傲然 也的确有他的资本 不过白灵却未曾退缩 即便不敌 也不会畏惧而避战 打不打得过 反正今天也要打一场 说话之间 两人就要爆发战斗 不过就在这时 远处则是传来了 一道破风之声 闻声看过去 白灵和冷淮 眼神皆是微微一鸣 小风 白灵也是惊喜道 小风殿下 此时的萧妍 将脸上的面具 暂时拿去 实则 他已经在一旁 观察了虚语 而对话 也是淋淋总总的 听到了一些 听得出 冷淮在刻意刁难白灵 只在抱歉 路上遇到点事 耽搁了一些时间 听说冷淮殿下 对我甚是想念 萧妍从远处而来 最终站稳在了冷淮 和白灵跟前 小风 你擅自离队 何时知罪 冷淮看向萧妍 顿时便是嗜声喝道 把之前压抑的怒火 似要释放出来一般 擅自离队 我离谁的队 冷淮殿下的队吗 萧妍疑惑的大眼睛 看着冷淮 一副无辜的样子 白灵见状 也是勾起了嘴角 看着萧妍的样子 他便知道 他认识的萧妍 回来了 此番进入遗迹 我是领队 一切都应该听我指挥 一切作为殿下 这般胡作非为 岂不是坏了规矩和秩序 成何体统 冷淮继续教训萧妍 理由倒是充分得很 这么说来 的确是我不对 冷淮殿下 打算怎么处理我 萧妍一副 若有所思的模样 然后挑了挑眉 看着冷淮 又低声说道 您要杀了我 还是要治我的罪啊 冷淮殿下 萧妍声音 故意脱长 且语气中 也是带着不善 萧妍 我真要在这里杀了你 你觉得又有谁 能挡得住 就凭白灵吗 冷淮文言 便是痴鼻一笑 似乎早已有了准备 萧妍留意到了 而且是早就留意到了 在这些人里 有一些隐灰的气息 这些气息 实力完全在萧妍之上 而且加以隐蔽 令得萧妍 无法探知他们的实力 很显然 金吴爷想要杀 萧妍的行动 并没有停止 但萧妍 也是有些想不通 如果说 他想要杀死萧妍 萧妍不可能 安然地能够活到今日 而这般行为 更像是在刻意地 用这种过激的方式 去刺激萧妍提升实力 但又好像是在借萧妍之手 去除掉这些人 这个问题 萧妍目前还想不通 无论如何 只要威胁到了萧妍 萧妍就不可能会手软 该杀就得杀 人群之中 已经有着数道目光 汇聚了过来 萧妍眉头微皱 白领想要上前和萧妍理论 却是被萧妍给挡下了 看来金武野夫盟主 还是那么照顾我 出手吧 再不出手 你们可就没机会了 萧妍眼声微眯 她已经知道了 对付她的 可不仅仅只是冷淮 而冷淮多次地询问白领 她是害怕 害怕萧妍再也不出现 如今萧妍出现之后 那么冷淮的杀鸡 已经攀升到了极限 白领兄 此番你千万别出手 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不过 你得相信我 保护好自己 萧妍低声叮嘱白领 而白领则是还没有明白 萧妍已经被盯上了 此番金武野 派出了好几个强者 想要置萧妍于死地 主公 白领岂是怕死之人 定是要与他们 拼个你死我活 白领则是认真地看向萧妍 她以为萧妍 是在撇清和她之间的关系 生怕连累她 萧妍本想要劝阻白领 但冷淮这边 已经按耐不住了 好几道身影 便是不知不觉中 来到了冷淮的身后 其目光 急事冷力地盯着萧妍 萧妍 你的命该绝了 斗神联盟出尽了风头 未必是好事 数大招风 你莫非不知 不过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冷淮森然地说道 说完之后 身后数道身影 便是齐齐掠出 其惊骇的元气波动 朝着萧妍掠去 萧妍身后一掌 将白领击退 而后身形如鬼魅一般 掠在半空 往火墙靠去 冷淮殿下 您的大恩大德 我记下了 不过 暂时先告辞一下 萧妍身靠火墙 冷淮似乎明白 萧妍要做什么了 然后冷笑一声 此火 也是你等能够抵御 恐怕进去之后 死得比外面还要难看 冷还以为萧妍 只是做事给他看 谁知 萧妍轻轻一笑 几道身影赶来 萧妍眼眸开合间 光轮流转 要崩 一束白光 从萧妍眼中迸发而出 在这一瞬 别说是追击萧妍的 这些身影 而是在场的众多身影 皆是陷入了灵魂 和肉体的分离状态 眼前皆是一片漆黑 冷淮殿下 记得等我 这样的药崩 不会控制他们很久 几乎只是数息的时间 这几道比萧妍更强的身影 就恢复了过来 正好看见萧妍抹了一把脸 然后真的转身 徐徐地走进了 那爆裂的火枪之中 而斗神联盟的动静 自然是引起了周遭势力的驻足观看 而远处的古炎神族 也是不例外 特别是看到 萧妍走进火枪之中的时候 古炎神族的所有人 几乎在这瞬间都被点燃了一般 他进去了 进去了 怎么进去的 转身就走进去了 古炎神族这边 大眼瞪小眼 不仅如此 周围其他势力也是这般 难以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幕 他们来此这么久 即使不敢去试探火墙 而斗神联盟这边 不知道搞什么幺蛾子 怒吼几声后 就有人冲进了火枪当中 令得众人 即使无比费解 古炎神族 更是满头黑线 咋吧 青眼大哥 有人进去了 青眼也都愣住了 别说是他 整个古炎神族都不敢相信 他自然也是难以置信 只是如今都还在愣神 不可能 他定人会被这火焰给烧死 这温度虽然不高 但是 有着极强的穿透力 就算进去 一时半会儿没事 但绝对不可能坚持一炷香的时间 青眼摇了摇头 认真地说道 他认为 萧炎进入这火墙之中 定是必死无疑 众多势力 见到萧炎进入之后 纷纷都是蠢蠢欲动 看着这火墙 似乎威力 没那么强了 也好像可以进去了一半 但他们都知道 这是错觉 绝对使不得 谁闯谁死的那种 简直走死 冷怀是一声怒骂 未曾想到 萧炎竟会真的进入 这火焰极强的火墙当中 而此时 已经看不到了萧炎的身影 就连白灵都是愣住了 他虽然知道 萧炎是修炼火焰之道 可旁边古炎神族的火焰之道 恐怕也是不弱吧 他们都没敢闯 萧炎就这么走进去了 这岂不是更好 不用我等出手 他绝对不可能走出这个火墙 撤离火焰的诡异程度 已经不是实力可以去对抗解决的了 追击萧炎的几道身影 便是目视前方火墙 缓缓地说道 一副萧炎必死无疑的模样 而且非常确定 倒是省力 未曾想到此人如此鲁莽 他竟小看这里的火焰 倒是也可惜了 这样死了 对他简直太安逸了 而且没有尸体 就怕回去金吾野副盟主 也未必认账 冷怀则是牙关异样 一副有戏没地儿发的模样 狠狠地说道 不过 就在众人都众说纷纭之时 那火墙之中忽然出现了一道黑影 令得众人的目光再度一鸣 冷怀则是森然一笑 我就说过 这样的火墙 他连半柱香都支撑不下 但下一瞬 火墙之中便是走出了一道身影 萧炎用手摸了摸鼻子 刻意挡住了脸庞 因为现在他戴着面具 因此火墙才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看着这走出来的身影 一根人等再度愣住 只见萧炎笑了笑 就转身进入了火墙当中 而后传来一道 差点没让众人吐血的声音 不好意思 这里很舒服 建议大家都进来玩玩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想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